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借款合同上面明确写着借款人孙炳中 而且该借款合同还在徐州市古楼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而此时马建也发现眼前这个自称孙炳中的人 并不是当时跟他一起办理手续的人 随后孙炳中和马建一起报了警 警方调查发现跟马建一起去办理手续的 的确不是孙炳中本人 而是孙炳中的儿子孙飞花钱雇的人 原来孙飞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 他也曾跟父亲孙炳中说过 想把房子抵押出去 筹点钱 但是孙飞曾因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孙炳中感觉儿子做事不踏实 担心他一旦手中有了钱就不务正业 因此他没有同意 没有想到儿子竟然瞒着自己把房子给抵押出去了 为了方便以后房子过户 孙炳中的房产证和土地证一直放在儿子那里 孙飞偷偷拿走父亲的身份证后发现 办理房产抵押公证等手续还需要本人在场 于是他花了一千块钱到劳务市场 随便雇了个人冒充孙炳中 余目混珠的把公证等手续给办了 随后孙飞用房子做抵押 问马剑借了十五万 扣除第一季度的利息后是十四万四千六百六十五元 因为迟迟还不上钱 马剑找上门来才导致案发 而孙炳中在弃放儿子行为的同时 认为徐州古楼区公证处和房产管理中心 也存在重大过失 他一个孩子还能办成办成那个事 我就觉得这个太疏忽了 真是太疏忽了 被人不去怎么办呢 我都不得命 他就说那我穿错了 我穿错了 我穿错了 虽然案发后 徐州古楼区公证处撤销了此前所作的公证文书 但是孙炳中的房子还是处于抵押状态 无法正常行使权利 为此孙炳中一纸诉状 将徐州市房产管理局告上了法庭 要求对方撤销房屋抵押登记 近日徐州市古楼区人民法院 以合同诈骗罪对孙飞做出了一审判决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两万元 而孙炳中状告徐州市房产管理局一案 还在审理中 我们再来回看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马建 他怎么就那么放心的将钱借给孙飞呢 难道事前就没有发现人是假冒的吗 马建原来在徐州做点小生意存了些钱 后为了取得更高的利益 便想高息将这些钱给借出去 于是通过房产中介公司 与毫不相持的孙飞签订了15万元的借款合同 约定借款年利率是14% 为了让自己更放心 马建夫妇还要求孙某提供了房产抵押 并去现场看了房产 从于对公证处的信任 办理完手续后 马建即将钱款给了孙飞 令人没想到的是 孙飞并没有偿还借款的能力 而当时办理公证等手续的人也是假冒的 徐州古炉区公证处更是事后撤销了 此前做出的公证文书 马建所持有的借款合同 就失去了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 也就是说 马建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让孙飞还款或者处理房产 因此马建将徐州市古炉区公证处告上了法庭 要求赔偿15万元的本金 和5.25万元的利息 徐州市古炉公证处辩称 原告同茂名的孙秉中 到被告处申请办理公证 被告根据他们双方提供的真实的身份证 户口部 房产证 土地证等材料办理 并无不所知处 但是马建认为公证人员有义务核实相关人员和材料的材料 真实性 在身份证与人员不一致的情况下 公证处即作出公证显然违法 我们认为上呢 确定给家人给审认证 确定人给审认证让人不一致 你居然没看出来 这个事情就是很大的 这个错误是很大的 公证员的公证则子 就是确定人是紧的 不是这个人 你不会出去公证献责 乱手印 这个人到现在 你还都不知道谁 公证处工作人员表示 在处理公证事务时 他们只能做到刑事审查 只有在相差很大时 才会询问 公证处的主要知识呢 是证明党事人这个 合同协议 等一些文本的一些内容的 证实性合法性 至于说党事人那个 认证是否已知呢 这个我们公证处呢 不是一个专业的鉴定机构 我们只是进到一个 正常人的一个判断里 来进行判断 但是公证处的这一解释 却招致马建夫妇的激烈反对 我们能说你啊 你们的办法给你承证对的 对吧 你们的办法给你承证对的 你就懂啊 你今天反正你就能承证对的 你就不会老百姻负 你法律股民国务管哪的 我让股民不是去啊 我不是 我不是去歪去的 我不去歪 我不是叫你去帮忙你的 我是复仙的 我得有啥事 我觉得 公证处有理吗 这个反正我们 全部是我们的说 对不对 他们有文字的 每天就是在推荐这个字 我们老百姻懂什么 他说对就出来 公证处 他说错就撤了 一句话 公证机关呢 是专业的司法证明机构 公证文书呢 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 这些案件呢 虽然还在审理之中 没有最终的结果 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 徐州市鼓楼区公证处的权威性 无疑要打个折扣 我可以确定的权威性